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就这样子 这样子就行了 先吃一个 让它叹了 好吃 好烫 好烫 生刀 七年了 叫他去拿还不高兴呢 发脾气 好 摇起来 舔一下 摇一口 这是老冰糖 没有那个 没有蜂蜜 正好是这热的 还有一包拿来 能换吗这么大个 这热的不能换 好 两袋冰糖 搅一搅 已经给它凉了一下 白酒 给它加一点 不会喝酒的人都不会 开酒 真是香 再加点啤酒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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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太伤心了 你这次出去 要钓不到几条大草鱼 你都对不起我 今年大草鱼又没吃到我 这次出去要钓一个 搅拌 好 直接给它 放到这个桶里去 让它发酵去 是不是挺稳住的 稳住了 但是买一个那个什么 你要专门那种 就糊完的 没必要 没必要 浪费 现在得省钱 今天这个暂时就分享到这 折日出发 继续给你们分享 大窝 黑票 又去喂鱼了 是的 用钓友们的话说 又去献丑了 那个 大家好 啊 这个玉米啊 前一天 好 煮的 有几天了 今天呢 晴空万里 是个好天气 准备 马上就出发去太宾湖 钓大草鱼 换这个头像了 这个 任务一直在了 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带的很简单 这个 发酵玉米煮的 这个是新鲜的玉米 啊 这个路滑的出来 然后两根九米的杆子 啊 那个 一点老糖玉米 然后看到没有 能把我人抓下来千斤户必须带去 啊 那 这个是干嘛的呢 回来的时候 把鱼养回来啊 展示鱼货 氧气棒到了没有 氧气棒也带了 哎呀 你还真的是能钓到吗 当然呢 也少不了这个大草碗 怎么样 哎呀 这草多少斤呢 20斤都草不下 这次去就是奔到20家的啊 因为换头像要打20家啊 好 救生衣也带了 万一被鱼拉下水 我 对不对 就是一点穿着 或者捞杆子 是不是 是安全泥 咱们到吊点继续跟人家分享 今天这个吊位呢 呃 不是之前的吊位了 换了新的吊位啊 到时候我们再看看 吊友们 开车一个小时20分钟 终于到达吊点 但是你看 现在外面下暴雨喽 看看 刮大风下大雨打大雷 但是太阳还开着 哎呀来到河边这个 心情感觉就不一样 就感觉到变年轻了一点了 是不是啊 哈哈 这笑容多自然啊 准备出发 吊点啊 去看看这个新吊点怎么样 太平湖我又来了 这个快艇呢 就是快哈 这一下就到了 然后呢 你看 后面是个树林啊 然后呢 吊位就在这里 然后老板呢 也提前给我打了重窩了 这一边呢 目前就我一个人啊 所以还是比较安静啊 有鱼的话 应该都会吃我的沟 准备准备 开稿啊 天有不错的风云呢 你看 本来以为下雨雨停过 宽口 现在呢 天色黑暗 乌云密木 电上雷鸣 然后还走水刮大风啊 现在 在调飘 甩都甩不出去 打窝 我的鬼 这一场下去一斤有吗 一斤多 一斤多啊 一斤多 我儿子已经打好了啊 打了几十斤玉米 本来说今天 碗口吊一下 但是现在打雷啊 打雷不安全啊 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吊位啊 呃 这个旁边许多枯树枝啊 呃 然后呢 面向这个组河道啊 枯树枝应该 会缠许多鱼吧 你们觉得这个钓位 能钓到鱼吗 好嘞 就回去了啊 明天早上一早 来看看 能不能鱼户下水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 炒鱼 加油 拜拜